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第一波的抽妝開箱來了 是不是等了很久呢? 一定不會令你們失望的 因為量是有這麼多的 是不是很誇張啊? 這麼久以來我都是有得看沒得穿 是完全未開箱和大家第一時間分享的 所以我們事不宜遲,馬上開箱了好嗎? 這次TOTO有四間店 有實體店、IG購物店和台灣網店 第一個要分享的就是HELLO MUTE 應該很多人都知道我很喜歡在那裏買衣服 超多分店,衣服很適合我口味 基本上進去後我都不會空手而出 啡紅色環間就是一套兩件 有背心和外套 它的質地未去到針織那麼厚,但也有一定的厚度 雖然它是環間,但我覺得沒有特別顯肥 當然也沒有顯瘦 它的袖口的長度剛剛好 不會太長或者太短 然後背心不會很緊身 是有一點鬆度 不會蓄住了好像米芝蓮一樣 而且這些兩件套可以把一邊的肩膀拉下去 變成了跌脖,然後把最後的扣扣到中間的洞 就會有另一種風格 然後另一件買了的就是一條啡色的中長裙 上面是有一點點波羅紋的 它的長度在我腳眼以上 然後後面會有一個開叉位 它算是一條直筒裙,不會散得很厲害 也不會太窄,大踏步是沒有問題的 美中不足的話就是沒有袋 如果有袋就完美了 因為這間店長期都是兩件九折 三件八折,不知五件以上也有其他折扣 所以我進去都是兩三件 長期都會在那裏買衣服 下一間店不如先說台灣網購 有三件衣服 所以就跟機買了 它是來自台灣Mercy寶貼 No.22 大家看看它的通話 是不是很漂亮啊 通常我買一些沒有彈性的衣服 都會買中麻 但是因為Jan說這件偏大 所以買了細麻之後 我也覺得是對的 它有一點點綿麻襯衣的質地 然後穿出來真的很優雅 又是那種不出聲可以騙人的系列 之後我買了一條 應該是仿皮 米色的短褲 這樣配襯好像順眼一點 長度方面它不是熱褲類 完全可以蓋到屁股 然後旁邊有散A的 可以修飾到大腿的線條 沒有那麼繃緊 有袋的 沒有問題 我最喜歡就是它的顏色 因為買這類型米色褲是挺容易出事的 除非你的腳好像光管那麼白 穿什麼顏色都好看 但是好像我這樣 偏健康膚色或偏黃色的話 很多顏色穿上身都很容易整個人暗了 所以我覺得這條色是做得不錯的 然後我在Mercy也買多了一件外套 它應該算是Tweet Armor 但是沒有那麼挺身 它不是很柔軟親膚的那種 但是又不會硬的 現在穿的話 我就略嫌有點厚身了 我買小馬好像有點太大 有少少偏尺寸 或者像boyfriend shirt 但是這個紋也很girly 所以我就要想一下如何配襯 可能裡面加一件連身裙 我不知道 遲些冬天大家再看看 再來就是Desarch 之前也有介紹過他們的衣服 是自家設計自家製造的 這次都收了幾件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套是藍白格仔 有點像襯衫質地的套裝 上身是一個方領 下身可以綁帶 下身是一條魚尾 長裙 有少少散魚尾 看到嗎? 這個質地的彈性不高 所以我上下身也是選了中馬 我現在就襯了牛仔褲 給大家看看那個綁帶位 我覺得很漂亮 還有這一件 都可以前後調轉穿 調轉穿絕對不會覺得奇怪 它一樣是方領 甚至乎可以加一個小領巾 我也覺得挺漂亮的 然後後面就是這樣綁帶 然後就到它的下半身魚尾裙 為什麼我不會這樣穿出來 就是因為我自身的肩膀 我是沒有腰的 我腰的這麼短 當我把綁帶放在前面的時候 它會像一條連身裙 不是不好看的 但是呢 因為我看到模特兒可以把腰露出來 但我做不到 我就覺得 我的身形真的有缺陷 今次是我第一次穿魚尾裙 本身很擔心腳短短的我 是穿得不好看 但是我覺得它的剪裁挺漂亮的 特別是旁邊這裡做了一個開叉 腳是看上去沒有那麼短的 是可以穿到一個很斯文很優雅的感覺 接下來就是我身上這件 藍白碎花上身衣服 它是挺有彈性的 我現在穿的是細碼 靈後都比較闊 而且是橡筋的 所以很輕鬆就可以做到一字薄的效果 然後它的束位是在腰這裡 是很顯腰線 亦都很顯身材 下面做了一個小A外擺 就可以藏著肚腩 近鏡給大家看一下它的碎花 我都覺得是挺漂亮 挺容易carry 再來還是藍色 不過這次就是粉墓藍 很舒服很輕 很鬆身的一條裙 我現在穿的是細碼 長度方面 去到我的膝蓋以上 這條裙我覺得可塑性挺高的 單穿的時候有些平平無奇 但是只要你加不同的單品上去 可以營造到不同的style出來 例如今年很流行的校園風 一些格仔針織背心 我會買的 不過我還沒找到適合心水 加上它的時候 應該效果會不錯 因為下巴是一個蛋糕裙 是有些層次的 來到DESARCH最後一件衣服 就是一條白色長裙 好像很少在影片裡面穿長裙的感覺 好了 穿了上身之後 是比我想像中和預期中好看很多 我原本想著這些粗帶 有機會手臂是很粗 和很健碩 但是現在都沒有 而且有些朋友會擔心腐乳問題 或者這裡有個玉筆出來的話 這件衣服可以完美修飾到 但是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就是好像我這一類型不相為 比較有玉地 比較豐滿的人士 穿上去的時候 這條肩帶就有點短了 有少少緊的感覺 它是不拖地的長裙 很開心 因為很多時候穿長裙 都很擔心是長過腳眼 但是這條裙 大家會看到離我的拖鞋 還有一大段距離 不需要特意穿高跟鞋 也可以穿得到 加上裡面有個奈利 是去到大腿位置 所以也不需要擔心 透到內褲的顏色出來 然後上身 大家都會看到 我的黑色布袋頭也沒有透出來 跟之前一樣 如果大家對DESARCH的衣服有興趣的話 我都會有折扣的 他們的服服時間是到凌晨的 所以睡前突然想買衣服 有些問題想問的話 都真的有人回答到你 來到最後一間 都是我經常光顧的IG賞 Monday Blues 自從去年在台灣Cream Shop 買了一件白色防曬衣服之後 我很喜歡穿 大家應該經常看到它 又很搭配 會有少少透膚 又不會熱 不會焗 亦都可以遮到很多不同的肥肉 所以一路以來 我都在默色其他不同的防曬衣服 今次在這間IG賞 我終於找到一個我喜歡的版型 就是這一件 本身我最心儀的一定是白色 但沒理由兩件都白色 所以就選了一個枯肉色 裡面那件內疊背心 是我自己施火的 然後大家會看到這種的透膚 有一種若隱若現的感覺 真的很棒 它完完全全解決了之前白色的缺點 不會過場 而且是短板的 是蓄了上去 你兩邊綁了的時候 是做到一個少少拋的效果 是不是很漂亮啊 這樣搭配格仔裙 真的很有秋天的感覺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垂墜感 是很棒的 看上去很顯瘦 然後這裡好像很薄 它是有白色、膚色、灰色和黑色的 我有一點想全靶的顏色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這類型的衣服 然後下一件我覺得很特別的 它有兩種不同的質地 中間是針織 然後袖口位是透膚的雪紡 它不是圓圓全是cardigan 上面有四顆扭 下面這裡是沒有扭 所以穿起來要過頭一顆 然後就到袖了 是不是很棒啊 它真的把所有顯瘦的元素集合於一身 V領 暗花植紋 透視的手袖 然後袖口和腰部 都是蓄了進去的 所以呢 我真的除了顯瘦之外 我想不到另一個形容次去形容這件衣服 還有漂亮 再來就是一件很白搭 有一點點綺靚 然後邊位全部都是做了木耳紋的上身衣服 我嘗試配剛才白色吊帶長裙 效果就是這樣 因為它真的很薄 就算這件我的肩帶比較窄也好 都完全不會很窄或者很不舒服 總之你一些背心的裙 其實套上去都已經很漂亮 它是一個有彈性的布料 然後看上去是很有質感 是有一點微微的 亮亮的 不是閃粉 反而是一種光澤的感覺 如果不是做內疊的話 它也可以當普通上身衣服 外面加一件外套就漂亮了 說起外套呢 我還買了一件封外套 秋冬又怎麼可以沒有一件封外套呢 我就沒有買到一些黑色或深藍色 今次我買了一個焦糖色 這件封外套我買得實在太好了 好漂亮啊 我喜歡的 它的形狀特別是袖口這個位置 我買的時候沒有留意不知道 它是蓬上去的 所以不會有一種小朋友穿著媽媽的感覺 也不會很類聚的 它的質地是輕生的 一個口說坊的質地 一樣都是 然後它是有袋子的 可以很型的 拆袋 之後這邊是會有這塊封外套的東西 但這邊是沒有的 而且它的扭是可以這邊扣也可以 這邊扣也可以 我還想說 可以了 而且它這個焦糖色 我覺得沒有那麼容易在街上和其他的封兜狀色 還有有沒有發現它是顯白的 我穿上去之後 它是沒有那麼暗沉 沒有那麼黑 是提亮了的感覺 買得好 來到最後就是今天最厚的一套 是針織的高領背心和冷衣組合 先穿在裡面內疊的背心 因為入博的設計 其實是修飾到你手臂的線條 看下去沒有那麼粗 然後也挺顯身材 大家會看到 然後就套外套 那一件外套 嘩 現在整身都是很熱 好熱啊 嘩 比我想像中漂亮 遠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可以這樣 單邊跌肩 或者是兩邊露肩膀出來都可以 後領位其實都比較低 所以是有一種完全不暴露的小性感 然後質地是非常柔軟親膚的毛 你會看到上面是有毛毛的 所以我相信它都容易起毛粒 要處理好 好了 終於全部的衣服都開箱了 好像做完一個大項目 鬆了後氣 今天主要想跟大家說一下 我最近入手了什麼的抽妝東裝 不是一個穿搭分享 因為在長洲這裡 我沒有很多衣服可以做到配搭 沒有拍到全身給大家看 如果你們有興趣對於這些衣服的穿搭 想知道我是怎樣穿的話 可以留意我的Instagram 我穿了拍了的話都會上去的 或者遲些都可以再跟大家說一下 今年我自己的穿搭小技巧 一些什麼單品是一定要入的 Anyway 我全部先說一下 大家不要當真 讓我計劃一下 是不是真的會先拍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開箱分享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幾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到三點和星期一到十二點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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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